好,今日查经的经文,《仪法所书》二章八至十节 你们得救本在乎因,也应着信, 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我们愿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女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启示录十九章七至八节, 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要归及, 因为高阳分宴的时候到了, 身父也自己预备好了, 就蒙恩得穿光明结白的世霾衣, 这世霾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 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 圣灵说,是的,他们识了自己的劳苦, 做工的果后也随着他们。 以彩亚书六十四章六节, 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 所有的义都像污蔚的衣服, 我们都像叶子漸漸枯干, 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 路加福音十七章七节, 你们谁有博人奸地或放羊, 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 你快来坐下吃饭呢? 岂不对他说, 你跟我预备晚饭, 促上带子侍候我, 等我吃喝完了, 你才可以吃喝吗? 博人照所吩咐的去做, 主人还借借他吗? 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 自当说, 我们是无用得报人, 所做的本事我们应份做的。 OK, 好, 主题就是基督徒所行的义, 我们今次的经文都是讲到基督徒所行的义的, 有没有人想讲一下在第一段经文, 二符所书二章八节十节那里有讲到基督徒所行的义的, 就是这里在这个经文有怎样解释到这件事呢? 其实这个经文我之前有讲过的, 有谁想讲的, 我希望大家放胆去讲一下, 不用怕的, 不是一定要, 一定要最好的才可以讲的, 个个都可以讲的, 有没有人可以讲啊? 这个经文是讲到得救怎样得救呢? 得救是本乎因, 这个和合本就写了也因着信, 其实原文是直着信, You are saved by grace through faith, 那也因着信和直着信有什么分别呢? 是有很大很大分别的, 也因着信, 就是原因之一, 是信心, 也因着信心成为一个恩友, 信心其实不是恩友, 只是一个途径, 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恩典, 我用一个比喻, 用一个比喻去解释, 就好像有一个人要淹死, 是在很危急的时候, 有一个人救他, 那人救他, 他能够救回本乎那个人去救他, 对不对? OK, 好, 这一节经文以不所思二章八节十节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一个就是本乎因, 就是来自恩典, 直着信, 我先用一个比喻, 就是说有一个人他要淹死, 有一个人救他, 他能够救回本乎这个人去救他, 直着什么方法呢? 直着他愿意去捉住这个人的手, 所以他捉住他的手就是好像信了, 我们的信心就是领受神的恩典, 那当他说回这件事的时候, 就是说我今天本来淹死的了, 不过有人救我, 他就会说, 真是好了, 如果他嫌疼, 他说那就是主啊, 哇, 我今天差不多淹死了, 有一个人救我, 真是好, 真是好多谢他, 他就不会说, 啊, 我差不多淹死了, 真是好多谢他, 不过呢, 我又肯捉住他的手, 就是他不会夸要他捉住他的手, 因为捉住他的手是根本没有功德可言的, 只是说人家救你, 你接受那种东西而已, 他只是一个途径, 就是我们要分清这个途径, 不是那个恩由, 不是那个来源, 就是那个来源, 他得救的来源, 不是因为他捉住人的手, 这个只是一个方法, 或者一个人饿死了, 他不会说, 啊, 别人给我吃东西, 我肯吃, 这个是没有夸耀的地方的, 这个只是他领受的方法, 那所以呢, 这个是很错误的, 这个是很错误的, 因为呢, 所以, 这个是很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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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就是神预备了, 叫我们做的东西,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好行为, 是神一早预备了的, 那也都告诉我们听, 原来基督徒, 我们所做的事, 是神已经有计划的了, OK, 好, 那第二个经文, 就是讲到基督的婚言, 在说六十九章七到八节那里讲到, 我们要欢喜快乐, 将荣耀归给他, 因为高阳分娶的时候到了, 辛苦也自己预备好了, 然后呢, 辛苦是怎么样呢, 就蒙恩得川光明结白的世玛依, 这世玛依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这里有个括弧, 这个括弧呢, 其实, 它的内容是经文里面有的, 为什么它用个括弧呢, 就是说这个只是去解释那件事, 所以就是用个括弧, 但是这一段是原文有的, 这世玛依是基督徒所行的义, 是原文有的, 那它的括弧只是说, 这件事是解释那个经文, 所以它就解释那个世玛依, 所以用个括弧这里, 那这里告诉我们听, 那我们昨天也有说到这件事的, 就是呢, 基督徒, 第一就是有耶稣的义袍, 就叫我们在以赛斯诺一章十节那里, 就是叫我们, 好像新郎大上华官, 身负配戴装饰这么荣耀, 那这个就是神很大的恩典, 叫我们有这个义袍, 但是同时也都告诉我们听, 我们有蒙恩得穿光明结白的世玛依, 就是我们所行的义, 所以我们将来永远的义袍是两样都有的, 就是我们所穿的一个就是义袍, 一个细麻衣, 那应该是合成一件, 那又有神的耶稣的义, 那在神眼中我们好似耶稣这么原理, 也都有我们所行的义在我们身上的, 所以这个是很大的礼物, 神会纪念, 所以我们所有为耶稣做的事, 神都会永远纪念的。 OK, 接着在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那里, 我听见有声音说, 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 而死的人有福了, 圣灵说是的, 他们识了自己的劳古作空的果效也随着家门。 那这里说给我们听我们所做的工作在永恒会怎样? 其实大家可以很自由地去回应的, 我们所有做的事在永恒会怎样? 是会跟随着我们的, 就是你可以想象, 在永恒会上呢, 就是我不知道是怎样, 但是上面的经文说到就是基督徒所行的义, 所以, 就是我们的世玛依, 所以可能我们那一件, 我们那一件徒, 是有了我们所有的好行为在我们的身上, 那有些人就会说, 那有些人就会说, 就是有了这些好行为, 然后我们又有什么, 有什么, 就是这么特别呢? 第一就是圣经讲到, 一杯凉水神都会赏赐, 另外我想讲讲, 在出埃及记33章, 那里有讲到, 摩西求见神的荣耀, 神就答他, 但神答他就不是说, 我将我的荣耀显给你看, 神答他说, 我要将我的恩慈在你面前显出来, 这个经文大家可以回家看, 我这里没有打出来, 就是神的荣耀, 是祂的恩慈, 祂的慈爱, 就是在神的荣耀里面, 是带着神的慈爱的, 当摩西求见神的荣耀的时候, 神就说, 我答他, 我要将我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 那就是说, 神的荣耀就是充满神的爱的, 而将来我们, 当我们带着神的荣耀, 那有什么经文支持, 就是在《荣耀词》第十五章那里讲的, 我们复活的身体是怎样的, 这些我们可以明天再看的, 在《荣耀词》第十五章那里讲到, 基督徒呢, 復活是怎样的, 他就说, 地上有地上的形体, 天上有天上的形体, 天上的形体一样, 地上的形体一样, 而天上的形体呢, 就有星有星的荣光, 日有日的荣光, 月有月的荣光, 有星的荣光, 他就说, 我们复活也是如此, 这一节经文很特别的, 就是说到我们复活呢, 都是这样的, 就是有日的荣光, 有月的荣光, 有星的荣光, 和有不同的荣光, 在将来我们复活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世麻衣呢, 就是带着神的荣耀的, 是有日、月和星的荣光那种不同的比例, 而刚才我说的, 在《出埃及记》33章那里说到呢, 就是说呢, 他的荣耀呢, 就是神的恩慈的, 就是神的恩慈在他的荣之中, 所以将来我们所行的义呢, 将来呢, 是会, 是叫我们带着神的荣光, 好像日月星的荣光, 而那些荣光呢, 是带着神的恩慈的, 就是说呢, 我就推想, 就是说将我们复活之后呢, 每一个人他所行的义, 就会在他身上成为一个荣光, 他这个世麻衣是成为他的荣光, 而这个荣光是带着神的爱的, 那所以那些人是听神话呢, 他在天上所经历神的爱是更加不同的, 这个是我的推想, 不过圣经是很清楚说到, 是有日月星和不同的星的荣光, 就是我们复活的时候都是这样的, 那就是说我们所行的义是一路跟着我们, 有没有人有问题或者疑问关于这些方面呢? 牧师, 我想问一下, 你十四章十三节那里, 就是我们人, 就识了老虎, 就上到天上, 然后呢, 就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 意思是做工的果效, 就是他在世上做工的果效, 就跟着他呢? 这个在圣经来说, 整体来说, 他有爱心, 他就跟着他上去, 那是什么意思? 做工的果效? 是的, 就是说我们所行的义, 会跟随着我们, 怎样跟法呢? 我们不知道的, 不过总之呢, 就是神会在他的身上, 会填出他曾经为神做工的, 即是怎样填法呢? 我们不知道, 就是会是… 我想问一下, 是不是上到去呢? 我们都是继续跟主作工的, 就是比如说, 继续跟主作工啊, 或者帮神做事啊, 这样的, 这件事圣经是有讲的, 圣经是有讲到, 有三个仆人在路加福音那里讲到, 就是呢, 一个呢, 就是他每一个仆人都分了一定, 一定的仁值, 一个仆人就赚了十定, 他就说, 你可以管十座城, 大家有没有印象? 有啊, 这个是天国的城啊? 是啊, 因为呢, 因为那里讲到就是我们交涨的时候嘛, 就是我们交涨主人回来的时候, 就是我们交涨主人回来的时候, 就是医生天国都要帮手管, 帮神仇啊? 是啊, 到底这件事是怎样的呢? 我们不知道, 因为圣经讲了这么多, 他怎样帮法呢? 我不知道, 怎样做工法呢? 我不知道, 不过呢, 就是, 其实在天上能够有这个机会去祝福别人, 管理天国, 好像天使也是有, 他有等级的嘛, 他等级, 他有不同的工作, 就是天使也是有工作的嘛, 但是, 到了将来, 生天生地, 是不是还有工作呢? 那我们在世上, 就很明白的, 但是, 我相信, 这些呢, 就是圣经不是将所有, 关于神的事, 全部都讲了, 它只是将足够, 我们的灵命的事, 全部都讲出来, 嗯, 神呢, 可能天上呢, 我们都可能用我们的, 是啊, 那就是根据圣经, 所以我们不能说, 我认为, 比如说, 圣经说, 他就交给他, 就是他就管十座城, 所以呢, 是有分别的, OK? 嗯, OK, 好, 那接着呢, 下一个经文, 就是, 《乙塞和书羅》四章六节, 这里讲到, 我们都像不绝静的人, 所有义都像污蔚的衣服, 我们都像业子漸漸枯干, 我们的罪业好像风把我们吹去, 这里讲到我们的义, 就是圣经讲到义, 就是说我们遵从神的地方, 叫做义, 那他就说, 我们的义, 都是好似污蔚的衣服, 这件事, 很多人听到, 是觉得很惊讶, 为什么我们行的义, 我们所行的义, 都是污蔚的衣服呢? 嗯, 当我们细心分析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觉, 其实人的心里面, 很多时候都会有担心啊, 忧虑啊, 比如一路依靠神, 一路信靠神, 但是又会担心啊, 一路祈祷又会担心啊, 帮助人的时候, 又会有不耐烦啊, 就是, 觉得呢, 这个人都不听话的,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帮到他, 就是会有不开心啊, 那这个都已经是聚污来的, 在神眼中, 就是在完美之中, 有不信, 或者有任何的不耐烦, 或者有时有些更加明显的, 就是我都听过有些人说, 有些人呢, 帮人的时候, 帮到猛烦他, 那这些很明显呢, 是一种, 就是他的不耐烦, 的罪, 所以呢, 就是这个经文告诉我们, 我们不可以夸耀我们的好行为, 我们做的任何东西, 不可以向神去算账, 神是出于恩典赦免我们, 好行为上的罪, 然后祝福我们的, 那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 就不会夸耀, 但是神依然出于恩典赏赦, 就是这个是出于恩典的, 因爲什麽呢, 我们做了的事, 是不配神这麽大的恩典和祝福的, 是不配的, 但是神出于恩典祝福我们, 所以这个是我们感恩的心, 应该有感恩的心, 好了, 然后路加福音17章7节, 就是讲到仆人, 他用世上的仆人说, 耕田或者放羊, 那主人是否会说, 你快点坐下吃饭呢, 那他会叫他为我预备晚饭, 捉上大事的时候, 我等我吃喝完了, 你就可以吃喝, 那主人做了吩咐, 主人还祭祭他妈, 就是仆人做完之后, 主人还祭祭祭媽, 然后跟着耶稣主要的教导是什麽呢? 你們做完一切所做的, 只当说, 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管事, 我们应份做的, 即是, 我们无用的仆人, 意思是, 我们不是完美的, 我们做得不够好的, 我们没有能力, 是神给我们能力的, 不是我们够好, 也不是我们的能力, 是神的能力, 而我們做的是應份做的,因為神這麼大的恩典給我們 我們就感恩了,多謝天父這麼大的恩典去祝福我 給我有機會去祝福人,並且得到賞賜 所以最後那兩節經文是告訴我們,我們其實得配得到賞賜的 是神賜給我們的,所以我們做一切的事奉的時候 我們的心裡面就不要驕傲,也都是求主赦免,我才有不耐煩 我在事奉的時候有些不信的地方,有些擔心的地方求主赦免 是應份做的,也就是說我們看到人需要我們幫他 我們尋找機會傳佛音,尋找機會建立明的靈命,建立教會 去帶動、復興更多人更新生命,這個是應份做的 但是神又同時在祂那方面,路加17章7-10節這裡是說從人的角度 是我們應份做的,但是從神的角度呢,祂是說你做任何一件事 我都會祝福你,這個就是神的尾線 祂不會說這是應份做的,所以我不必賞賜你的 耶穌特地說到一杯涼水,就是因為任何人都可以做這件事 一杯涼水任何人都做到的,祂說你就算做這麼少我也想賜 所以這個是神的恩典,好了,大家有沒有問題呢? 有沒有東西想問呢? 今天《茶經》的重要性對於我們就是讓我們看到 原來我們所行的義,第一就是神為我們預備 第二就是在我們身上,天上的時候,我們的世環就是我們所行的義 又會跟隨著我們,現在跟隨著我們,不是跟隨著我們一百年 是億億億億億萬年,都未停止的 就是永遠都不停止的,所以這個,哇,真是很划算 我們幫過一個人,就永遠跟著我們 但是同時我們又知道我們不配,我們所做的是不原理的 所以一定要求著射臉,更加不要驕傲,一驕傲到 一驕傲到,神就沒有了,就拆位了,就好像 有人有些傻傻的聲音那裏要關掉它,有人在說話的 就先關掉了麥克風 OK 所以我們一方面不要驕傲,但另一方面我們就說 神,我們有機會祝福,是美善的,是恩典的 多謝天父,多謝天父 好,有沒有人有回應?有沒有人有問題? 二木仙,你好,我有一個問題 二木所書第二章八至十節 得救是本乎因,那麼清楚 救恩是一個恩典,也恩著信 那這個信,是否也是神給的呢? 譬如有些人都未得到救恩,是否因為 那我是否應該為他求,他有信心去捉住上帝給他的恩典呢? OK,這就是另一個問題,就是信心的來源 人得救是神的工作還是人的工作? 這個是另一個大的題目 在二筆所書第二章那裡有說到 當我們死在罪惡惡犯的時候,神就叫我們活過來 那這個經文是神叫我們活過來,是神是主動的 那還有其他經文,我告訴大家 是有其他經文就是講到 我們救恩是神次 我可以有一次去說這件事的 到底人得救是人的缺制 還是神的工作呢? 那我是相信這個是 應該說從聖經看到是神的工作 我以前就覺得是人的缺制 我覺得是,為什麼不是人,就是信的是人 的確信的是人 那個問題就是,是神叫我們回轉過來 神將我們轉過來,然後我們就會相信 神改變了我們,所以我們會相信 就好像有很多人在報道會 聽到福音,然後他就會 心裡面就搞動了 哇,耶穌這麼好,我很想相信,很想相信 其實那時候他很想相信呢,他已經是信了 不過他接著他會表達,他會說出來我信 那他很想相信那時候,我很想得到救恩 其實那時候已經更新了 就是神將他更新了 然後呢,神接著道,神的懷疑 聖靈接著神的懷疑 在人的心中產生這種信心 但是呢,人亦都可以拒絕的 好了,那講到這個過程了 人是有參與的,參與的意思是什麼呢? 神更新他,接著他就會回應神的感動 接著他就會信耶穌 即是他信耶穌是他信的 不是聖靈信的 是聖靈將信心放在他裡面 他就會信的 是同時發生,即是神更新他 接著他就立即開始信的 那這個得救是神的工作 那是否代表我們為那個人祈禱 他就必定信,也不是的 因為人是可以拒絕的 我們向人傳呼 他是不是必定信,也不是的 其實在神學上一個最大的神學 將神學的路向分為三大路線 就是因為去尋找這個答案 是什麼答案呢? 就是為什麼有人得救,有人不得救 我這裡簡單講一講 以後我們有機會再詳細講的 就有加爾文 John Calvin 他的理論是什麼呢? 他是說人的得救 完全是神的工作 不過他有一個叫雙重餘定論 就是說得救是神簡選 沉淪的人也是神簡選的 這是雙重餘定論 還有人是不可以拒絕神的 叫他得救的恩典 這個 saving faith 是不可以拒絕的 而且是得救之後 他永遠都是一定得救的 這個就是 Calvin 另一個就是Amenius 就是他認為是人的缺制 就是人得救 是因為他缺制 神給人自由意志 所以他缺制 我本身就是在宣導會聖經大學的時候 這個是在美國的 那我就聽到這些神學 老師就說 你自己看看你是哪一邊 或者在中間 那時候我都很困惑 那時候我讀神很困惑 那我後來去到路德會的神學院 他就說 從聖經給我們看到 人得救是神的工作 不是神的 不是人的合作 是神真的將人改變 那他一改變的時候 他就會相信 但是同時人是可以拒絕 神是想所有人得救的 聖經是這樣說的 神是想所有人得救 但是人是可以拒絕 而且有些人聽到神的道 他心拒絕 於是他沒有這種 聖靈的感動 所以在路德會裡面相信 人得救是神的工作 但是他不得救因為他拒絕 也是人可以失去救恩的 當人繼續在罪中的時候 是可以失去救恩 所以這三個路向呢 我自己看到 就是我接受 盧德會那個 盧德會那個盧德會的 盧德會的盧德會 就是我覺得合乎聖經的解釋 但是很可惜呢 就是盧德會有時候都很弱 就是這件事 我覺得很不好 但是在盧德會 我得到一個很好的教導 就是分辨律法與福音 分辨律法與福音 你看我教導的時候 經常都強調神的恩典 我將福音擴大 分辨律法與福音 我就將它放闊為神 律法和恩典 包括救恩和神所有的恩典和工作 我主要是恩典推動的 這個是我從盧德會所學的神學 變成大家會留意 有很多廣道的人 都未必那麼強調恩典的 但我很強調恩典 但同時我也強調 律法是有警告的 好了 我回到你的問題 當日不得救的時候 我們為祈禱 這個是一步 不過聖經沒有說 你只是為祈禱 你要派傭人出去 求主派傭人出去 祈禱 去收他的莊架 他說到信道是從聽道而來的 一定要有人去宣講神的懷疑 所以我們一方為祈禱 但是一方面就是用各樣的智慧 將基督的道理宣揚出來 也都是回應祂的需要 有時候我們全方可以回應祂的需要 有些人很受煩 不開心 失眠 有病痛 我們都可以拿給祂聽 分享 首先我們回應祂 我知道你很辛苦 我知道你很辛苦 很不開心 不過我想分享一個經歷 給你聽 以前我也有這個經歷 痛苦 憂傷 睡不著 或者有人有這樣的情況 祈禱得到醫治 你想不想我為祈禱呢 這個可以從他需要入門去為祈禱 有沒有人想問 我不知道能不能回答你的問題 是 你說 我想問一下 譬如說起中國以前 根本沒有福音傳進去的 這樣是不是神簡選 那些 以前中國的人呢 好 那我就回應這個問題 到底 神是不是沒有做功呢 所以 那麼多人沒有得到福音呢 我想說一下 其實基督教是很特別很特別 是有各方面充足的證據的 其中一樣證據 就是有二百多處的文化 都有記載《創世記》所講到創世的情景 包括中國人在內 因為呢 起初 羅亞和三個兒子 在洪水之前 那些人呢 應該每個人都知道 是有神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的祖宗阿當還沒死 而洪水呢 我計過時間 又創世到洪水大了一百年 而 亞當是活到九百幾 九百幾 好像九百三十歲的 所以 他 很長時間 他都在世上的 就是說 那些人都知道 我們的老祖宗在那裡 他是神創造的 他之前沒有 地上沒有爸爸的 所以那些人都認識神的 好了 但是他們都不聽話 然後有洪水 洪水只有羅亞和他三個兒子 那他們就很肯定有神 因為 神叫他建了方舟 他們就建了 建了方舟 真的有洪水 然後就放了所有動物出來 而且那些動物很聽話 自己一對一對地走到那個船那裡 好了 那些起初的文化 如果是出自來自羅亞 他三個兒子的後裔 就應該是會有 他們會有記憶的 而他們發現 就是不同的文化 其實都有記載 關於 創世紀所發生的事 中國人都有的 中國人有什麼呢 人講故事當然是加上很多東西 就是 將很多東西加進去 那中國人有什麼呢 說到 鋁窩是用泥做人 那這件事 其實普通人來說 覺得很不合理 怎麼會 即是他鋁窩是 就像個神那樣 那 他怎麼會 用泥做人呢 就是人沒有想到 要用泥做人 這是第一 第二 就講到 天下雨就穿了個洞 鋁窩是煉石 補清天 然後他煉石是什麼石呢 是五色石 五色石 五色石 同聖經所講的 天紅 意思是很類似的 因為 洪水之後 神就放了天紅 在天上 天紅我們就說七種色 但是其實你看下去 你可以說七種色 你可以說五種色 其實 有時候人的眼都很難分得出 有幾種顏色的 那 中國人就講到五種色 那他就把這個故事就變成了 就說他煉石 補清天就用五色石 所以這個也是 就是從中國古代的 聖經講到創世紀的那個情景 是類似的 還有中國有很多字 裡面是 含有 即是有本書 他就把很多中國的字 裡面那些 和聖經有關的講出來 那我其中一些 我講出來給大家聽聽 就是 魔鬼的魔字 在森林那裡 有一隻鬼 就是在森林那裡 就是在伊甸園裡面 魔鬼引誘 引誘阿當 夏娃 然後夏娃就叫阿當一起吃 那就是魔字 裡面有林 然後呢 貪婪 那裡 那個女人 在那裡 那個女人 那女人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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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 就貪婪 想吃那個禁果 那個 義字 就是羊 在我上面 即是說 是 是神的羔羊 在我上面 就是把神的義 切給我 那其中一個字 就是船字 船字 如果你打蒼蠅 就知道右邊 那裡 上面那裡 是八字 就是 舟 又有八個口 那八個口 是 哪一個呢 就是羅雅 和他三個兒子 加上他們的太太 總共八個人 那還有很多 這些字 我沒有看過五本書 不過我知道其中一些 大家可以 在網上找 找不找到 就是可能在網上 都可以找到的 大家可以看到 即是說 原來早期人類 是有這個知識 不過他們離開神 這個 所以變成 就是 人經常都會離開神 是 是人的責任 就不是神 就是不是神沒有做到 而 神也都差遣 那 他的伯仁出去 去傳人福音 但是人在那裡拒絕 所以 所以 這個是人的問題 好了 但是有另一件事 神也都有做的 就是 神將永生放在人的心中 就是 在人的心中 他們是 他們是 會有 這個 觀念 等一下 我現在還沒找到 不過 不要緊 我遲些 人是有這個觀念 是有神的 神是人 神將這件事 放在人的心中 那還有呢 牧師 是羅馬書 二章 七節 是 但是那套羅馬書 那套就講到 二章七節 那套是 那套是 行心行善 尋求榮尊貴的 和不能扭壞的福 就以永生 報應他們 但這個呢 就講到他 信 信耶穌的時候 會不會 以此中國人都信上帝呢 是啊 中國人是有很古老的記載 天壇那些都是敬拜上帝 是啊 所以這些都是一些 是 給我們知道 中國人古代 如果中國人呢 他又敬拜上帝 又行心行善 尋求榮耀的上帝 而和不留的福 就以永生報應他們呢 會不會這樣呢 以前的中國人 譬如在舊約的時候 他們未知道耶穌 但他信神這個祭物 他有悔果的心 到神面前 他們可以得到得救 在舊約的時候 耶穌未來 但他們的得救 聖經在希伯來書第九章 耶穌是救了潛約之時 人所犯的罪 即是赦免人在潛約的時候 所犯的罪 所以在舊約的時候 他們所得到的赦罪 都是因為耶穌 不過那時候他未認識耶穌 他相信神的赦罪 到底人是會不會 他的心中有悔改 求神去赦免 神去赦免呢 我不知道 我沒有聖經的支持 但有可能 他可以尋求天上的神 我有犯罪 求主赦免 那會不會得赦免呢 我不知道 另外有一件事 這些是經歷性的 一個就是他自己去呼求 第二種情況就是 尤其在伊斯蘭國家 有很多這種見證 其實可能有其他國家都有 不過他們沒有這樣放上網 在伊斯蘭國家有很多 伊斯蘭教徒 他們因為對於伊斯蘭教有反感 他們就去尋找 到底誰是神呢 在祈禱的時候 他們就看到耶穌 或者是有些是異象 有些是法務 我也都在香港 見過一個伊斯蘭教徒 他就說我直接開眼看到耶穌 然後他相信耶穌 我那時候還跟他攝錄了一個影片 就是攝錄他的見證 所以神也都用了這樣的方法 然後這些人就會去呼求耶穌 到底神做什麼呢 這個部分就是神負責的 我們不能夠負責 就是我們不知道 就是我們不知道 到底 就是 到底那些人 他們沒有聽到呼音是怎樣的 好了 羅馬書二章十五節 我正在想說那裡 其中一次經文就是 律法的功用 羅馬書二章十五節 黑在他們心中 貪門是非之心同作見證 凝職他們的思念 互相較量畫 以為是畫 以為非 是說到 外邦人呢 他們呢 雖然沒有律法 但是他們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 那麼他們會 他們會有知罪的心 他們會有 知道這些是罪的 這些是對的 這是給他們知罪 但是不代表他們 沒有說出怎樣得救 這個我們只能夠 就是說 神啊 這個問題 是我很想得到答案的 如果我有機會 在我離世之前 上到天堂 或者見到耶穌 或者有人 有這個恩賜的 去見到耶穌 你問一問耶穌 這個問題 那些不信的人 到底他們有什麼途徑 可以得到耶穌呢? 還有現在有這麼多國家 受迫迫 不准傳福音 他們 神會做一些什麼工呢? 我自己是相信神是會 做祂其妙的工作的 但是我們人 就是我們沒有一個肯定的答案 OK 有沒有人有問題呢? 我們主要去到今天所說的 基督徒所行的意義 牧師有一個問題 你路加福音十七章七至十節 即是沒有用的奴人那一段 那這一段是 是不是耶穌說的? 還是耶穌說的? 是耶穌說的 那你剛才說的 這段從神的角度就是 你做什麼我都想像的了 從人的角度 是應份做的 那就是 什麼意思呢? 我以為 因為這段 我覺得語氣有點重 是啊,是重的 那它的意思呢 就是只是告訴我 你世上的奴人 你做完這樣 你都要做其他 就是說 世上的奴人 他們都會有很多的責任 那所以我們都是應份做的 那耶穌加上的一個意思 我們都是無用的奴人 就是這個是 是加上 在一個比喻裡面沒有這個含意的 但是加上的意思 其實我們都是不夠好的 我們所做的應份做的 那這個是 就是耶穌說出 就是說 我們用人的角度看 我們應該知道 我們不配 不過耶穌依然會上次 嗯 那它說 先促上戴子 以後那個主人 那這就是什麼意思呢? 是不是真的說 我先榮耀神的意思呢? 這個呢 純粹是一個 一個比喻呢 就是用人的 世上的情況 而這個主人 不是代表神的 它只是說 你的奴人 去耕田 那你回來會 是時候那個主人 這樣解釋的 那如果你說應用到 去是後神 那這個也不是錯的 也不是有什麼大錯的 不過 有時候有些比喻的重點 只是 就是有一點 不過是 重點的 重點就是 我們是 我們應份做的 這個是最主要的 還有呢 就是我們是沒有用的 我們不夠好的 嗯 好 OK OK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其實最重要的 重點就是 我們會不會遵從神 而知道我們所遵從神 我們是永遠得蒙紀念的 那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OK 你的問題就是 是不是只做一杯涼水就夠 其實呢 我們做什麼呢 聖經都說了 愛人 愛神 傳人福音 請教人的靈魂 並且說到愛人如己 好像愛自己一樣 所以 去建立教會 或者十屆所吩咐 其實聖經裡面 說了很多我們應該做的事情 就不是說 我做了一杯涼水 我就不用再做了 而是 耶穌只是用這個 告訴我們 你做最少我都歡喜 我都賞賜 主要是這一點的 就不是說 你只是給了一杯涼水 OK 有沒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不只是做了一杯涼水 我們就做完了 事實上是 聖經所吩咐的 每一件事 我們都應該做的 都應該遵從的 都應該遵從的 OK 有沒有 廖天室有人問 她遲了入Zoom 可不可以聽回錄音 會的 不過不是馬上 原因就是 我會 就是我要找人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整理完 我們就會放上去網上的 那你現在想要都可以 哪個人想要 你 我可以這樣的 我可以把連結放在這裡 有個密碼的 你按了之後 你把密碼放進去 你就可以聽回了 就是現在可以聽回的 我可以給你的 OK 好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Glam想要我 OK 我只放在群組裡 我只放在群組裡 即是那個 去下載 在哪裡下載 那他會 他會 我就做在電腦做的 那在手機做得不得 我不知道 他要下載的 就是他要 只是聽 不用下載 只聽到一去到那裡 就有密碼 就馬上聽到的了 要下載 我就用電腦下載 OK 好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 好了 我們一起祈禱一下 親愛天父 我們多謝你 因為神 你將很多恩典給我們 我們得救是本乎 恩直若順 是你的大大恩典 不是我們的行為 不是我們配得 是神極大的禮物 主要我們真的感謝你 讚美你 因為你為我們預備永生 可以成為神的兒女 我們得著你 賜給我們的產業 是永遠的產業 我們多謝你 並且 你是分派我們去結果子的 而這些所有的果子 我們為你而做的 真心做的 神你一定紀念 是永遠紀念 永遠 永遠留在我們身上 成為我們的世麻衣 並且 是 作供的果效 隨著我們 我們多謝你 也會大大的賞賜我們 我們就甘心樂意去服侍你 求主幫助我們 不要有驕傲 不要覺得自己很厲害 因為我們其實 每一個人的好行為 都一定有罪污 所以求主 卸臉我們 我們有 侍奉的仇 有全方向的仇 有建立人 靈命的仇 做到不好的地方 求主卸臉 求主越立我們的侍奉 越立我們的奉獻 幫助我們走在神的路上 得蒙你的喜悅 神你就歡喜 你就會 凡是結果子的人 凡是侍奉的神的人 神就喜悅 神就尊重那個人 求主幫助我們 走在神的路上 得蒙你的喜悅 進入你的旨意 並且尋求復興的策略 怎樣帶動復興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优优独特 把仇奉 頭上 真的允力 也不是 成功 神你 啟動 神 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